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可力呼 今天我们来开箱SYC PLUS新出的直驱式训练台T3 我其实对他们家的训练台很有感情 因为我的第一台训练台就是他们家的T2 当然之后又体验了很多不同的训练台 对这类的产品有更多的体会 还有我们今天也来试一下大名鼎鼎 UCI指定皮卡丘与可乐果UAE车队代言 而且还是免费的买WUSH自行车APP 其实这个刚出的时候我却有试过一下 不过他们最近有更新所以又玩了一阵子 那这个就是SYC PLUS前一阵子新出的T3训练台 一样是附有一个垫子 而且这个垫子的品质还不错哦 大小跟正常花钱买的是一样的 厚度也是感觉蛮不赖的 还有附USB演唱线 跟蓝牙接收器等等的 给用桌机有没有蓝牙的人用 不过你如果是连手机平板或者是笔电啊 那应该是不需要用到这些 那这个就是T3训练台的样子 造型呢就是跟他们家之前的T2几乎是一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尺寸是放大了蛮多 重量也变重了 从原来的15公斤变成了19公斤 上一代的T2应该是市面上最轻的训练台 现在这个T3是几乎快要跟网户KICKER一样装了 不过他们家这个打开的方式是设计的很好 这个算是我用过最容易打开跟收起来的训练台 应该是因为这个台子的重量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打开跟收起来特别的顺手 外形的设计也是看起来很顺眼 它就是很简洁最简单的造型 反而觉得有一种简单的好看 那这种直驱式的台子跟一般台子外观上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种台子的厚度很薄 直驱式的少了外面这个加重的飞轮 像是瓦户式把电磁铁放在这个外面的飞轮里面 然后用皮带连接到另外一个飞轮上面 那这个就是只有一块这样圆圆的饼在中间 结构应该是跟Tex Neo是类似的 里面有这样的线圈磁铁 这个线圈通电的时候就产生磁地 铁盘子的外圈就是贴满像这样的永磁铁 使用的时候就是靠内圈与外圈的那个磁铁 产生那个磁组来模拟风阻跟坡度 我猜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原理 自行车装上去之后呢 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 我这个自行车前面的空间好像比之前 稍微多了一点点 这个桌子原本是会超过这个垫子一点点 不过现在这整套设备全部都在垫子里面了 前轮的位置也稍微退后了一点 我把这个台子放到电子的最后面 量了一下 后轮轴到电子的最后面大约是26公分 相比之下 我护这个轴就稍微比较前面一点点 就是这一点点的差距 这个桌子就可以退到电子上面了 这个T3是我目前见过可以占地最小的 给房间空间比较紧迫的人参考一下 那这个台子实际踩起来的感受是还蛮OK的 他们家上一代的T2是我用过的第一台训练台 从那之后又体验了很多训练台 以踩踏的感觉来说 根据我的经验还有爬纹 这种直驱式的跟皮带传动的 确实是有点不一样 皮带传动的通常会感觉比较温润 比较有弹性的那种感觉 而这种直驱式的 磁组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 感觉比较直接比较机械 有达人说这个叫做直驱电机感 个有人喜欢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皮带那种QQ的感觉 那以顺畅度来说呢 我会说这个T3跟前一代相比 确实是有很明显的进步 理论上随着这个铁饼的直径 圆周变大 它的顺畅度就会越来越顺 这个确实是有感的进步 跟前一代相比 这个T3确实是顺畅很多 而爬坡的这个部分 但新款的也是有进步 这边我来请问一下各位大大 你在游戏里面遇过最陡的坡是多少%啊 官方数据上面写 这个训练台是可以模拟爬坡到27% 我个人是没有遇过这么陡的坡 不过如果用挑剔的角度来观察0-15%的踩踏感觉 我觉得这个台子大约是超过13%左右的时候 会开始感觉到那个踩踏圆滑的程度 没有像是在平地还有缓坡上面那么样的顺 并不是说这个机械handle不了 而是你可以开始感受到不够滑不够圆的那种feel 你要踩是绝对可以踩 就是遇到14-15%之后就没有那么丝滑的感觉而已 不过跟前一代相比 这个T3在这种躲坡的表现上面 是已经有很明显的进步了 声音的话这个T3是明显有听到嗡嗡声 之前T2与KICKER是台子本身没有声音 只有链条声 这个T3是台子嗡嗡的声音可以盖住链条声 不过不至于大声到我隔壁的房间会听到 边骑训练台边看电视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台子跟我大部分试过的台子一样 是可以感受到踏屏的 你不用另外装别的东西 这个台子就知道你的踏屏 应该是用踩踏时候功率变化的规律来估计 而且还拆得蛮准 可以说是我试过的机器里面感应踏屏 最稳定的训练台了 这个机器模拟坡度的感觉也是表现得蛮优秀的 现在的台子功率准是一定准 不过同样的一条道路同样的设定 不一样的是每个台子给你的坡度阻力会有小差异 这个T3算是做得很细腻 像是如果带着速度从下坡变成上坡 它给你的阻力是随着你的惯性渐渐消失和加重 而在下坡的时候也是安排得很不错 我这个车前面的大盘只有48 我在别的台子上面下坡都会轻到变成空产 不过在这个台子上面还稍微带一点阻力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们在设计上面的贴心安排 总之我是很喜欢它这样的表现 那我现在在用的这个软体叫做Ruby 是我跟朋友在特价的时候一起团购的 你看才一年多就已经玩到Level 40了 算是有很常在玩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台湾的路线 非常有趣 话说最近我常常看到mywish的广告 感觉是非常的厉害 说嘴是UCI eSport官方伙伴 还有赞助可乐果UAE车队 连皮卡丘的车衣上都印有mywish 最重要还是免费的 我爬温了一下原来是阿联有在支持的 难怪有这样的超能力 那我们拿新训练台来玩一下好了 那这个APP很快就连接到我们的T3训练台 游戏预设是一个中东人穿着UAE车队的衣服 有四种颜色的人可以选 选亚洲人就是长这样 还蛮帅的 有点像是周杰伦 给他加个胡子就更威风了 还可以搭配眼镜安全帽或者是小帽 场景上面也是很特别的 有很多中东地区的场景 像这个是巴林王国 就是巴林美利达车队的那个巴林 这个画面感觉上跟Swift是差不多的感觉 也是跟Swift一样是可以选择摄影机的角度 跟Swift不一样的是它这里面的场景 是有真实的地方当作圆形 所以在玩的时候还可以看看中东的异国风情 像这个巴林国就是我一点概念也没有的地方 看看这种另类的场景也是蛮有意思的 游戏中的这个小人也是很趣味的 他还是可以做动作的 像是这样的动作 或是这样的动作 爬坡只要稍微用力一点 小人就会开始摇车 另外也有阿鲁拉这个地区的场景 就是捷安特那个阿鲁拉车队那个阿鲁拉 他们车衣上面写的阿鲁拉 就是中东的这个地方 游戏里面阿在这边骑的人可不少 当然是没有Swift那么多人 不过看起来确实也是蛮多人在玩的 其实Swift与Rubio都不便宜 没记错的话定价每个月是要15元美金左右 我是趁那个黑色星期五的时候跟朋友团购 买到的是每个月3.3枚 你们有人买到比这个更便宜的吗 我还蛮惊讶这个免费的游戏 竟然是这么完整 好像一点也没有比要付钱的差 世界真是奇妙 好啦 这就是我Sight Plus新训练台 还有买WUSH的游戏体验 都还蛮不错玩的 游戏来说市占率最高的应该是Swift 有车友是用什么另类的骑车APP 用的很喜欢的呢 留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按赞加订阅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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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